奥运会上为什么会发免费的安全套,有什么作用,向运动员免费发放避孕套,是历届奥运会的一大特色,随着项目的增加,参赛运动员的增多,避孕套的发放也越来越多,2016年里约奥运会,奥运村就发放了45万只避孕套,这个数量创造了世界之最,为啥要发这么多避孕套呢? 首先是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,每届都有几千上万人,他们被要求提前1月2日周就需要提前入住奥运村,那么也就是说,他们在奥运村内居住的时间有近一个月,还有就是根据奥运村入住的相关规定,只允许运动员,教练员,政府官员和跟随人员可以入住, 像是运动员的妻子、女朋友和奥运村周边人员,是不允许进入奥运村的,运动员普遍是这个星球身材最好的,同时运动有助于分泌性激素,这方面的需求高,又都是俊男靓女,再加上每天的亲密接触,很难要求他们之间不会有些不可描述的事情发生, 既然都是要发生的,还不如多发些避孕套,防止出人命,也防止艾滋病的传播